- 選擇在安逸的環境下訓練的話,你比賽的時候會很適宜 嗨,大家早!今天我們來到了關山自行車河濱公園 那我們今天要來準備練習的是轉換訓練 十分鐘跑步,二十分鐘騎車,十分鐘跑步,二十分鐘騎車 最後在十分鐘跑步,那為什麼這個刻表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二鐵賽是跑步,騎車跑步,所以我們在這次的訓練 我們其實又多了一次騎車跟跑步,然後來加強我們對身體上的轉換的適應 那這個強度其實因人而異啦,因為其實每個人的訓練的基礎體能 以及心肺耐力、乳酸能力都不一樣,所以還是希望依照教練的指示 來去安排這個刻表,所以大家記得我們要來使用的是這個GAMI 然後我們可以使用制定模式,就是可以把它變成是我剛剛所說的 五種跑步、騎車、跑步、騎車、跑步 我們用制定模式的方式,就可以創造出新的訓練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吧! 今天要來虐宅了 等一下 超暴女同學第三集 哎呀,你習慣就跑了一圈五百公尺喔 三,一圈嘛 預備,GO! 很容易被帶走耶,什麼東西啊 第一個轉換 出來了 怎麼了? 沒有 沒有 很快喔 而且風蠻大的,對不對? 對 風阻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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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水啊 草雷 所以 出车带我 我们 今天完成了10加20加10加20加10 10分钟都是跑步训练 20分钟都是起车 我觉得今天状况还可以啦 那天气本来就会热啊 大家记得 多补充水分 那天气热 大家也都是热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训练上的质疑 因为大家手面移的气候是一样的 整体来讲都有达到我预设的跑步水准 因为我本来就是以跑步为主的 所以如果我的跑步表现不好 会对于我参加这样的二铁赛事或是三铁赛事 会有大大的影响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训练也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来观山河滨做我们这样的训练 那训练强度我建议一开始用easy的方式 以你最轻松的方式来做转换 因为我们已经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上这样的强度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下一次影片我们比赛见 拜拜 我快死掉 3分多4分速 要我怎么走 我不知道 是柏油路 不然我就带平衡车了 一定要做好功课 要好 你怎么走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